目前就读国中的小恩 从三个月开始就被医生诊断 有异味性皮肤炎 妈妈尽量让她待在舒适 有空调的环境中生活 但是到了青春期最症状加剧 最后找到专诊的医生 尝试用生物制剂疗法 终于获得改善 伤痕一些黑色素慢慢的退掉 我觉得她现在的治疗 其实好了98%左右 台湾一年有37万民众 因为异味性皮肤炎就医 患者发病时 除了体养难耐 影响皮肤之外 更对睡眠 社交 生活品质 带来巨大的影响 也对家庭跟社会带来冲击 第一个她放宽到12岁以上 就可以用了 那以前是18岁以上 那第二个呢 就是她把原来的这个分数 要20分以上 降低到16分以上就可以用 虽然健保目前提供 并有相关给付 但是包括保湿乳液 非健保治疗用药 还有重度病有自费使用新药 每年都要花费至少10万以上 协会希望未来有更多药物 能够纳入健保 让病友能够早期诊断 精准治疗 九层花畅报道